你好,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,我是杜真林 马资源,Malaysian Resources Corporation Berhad 上个星期四在吉隆坡新的MRCB建筑系统MBS主办了现场考察 该公司说MBS能够减低依赖人力与材料浪费 考察后得知该项目所有的建筑组件在场外预制后运输到现场 并通过竹形连接系统来安装,构成一个组件单位 再通过堆叠与固定构成一座建筑 这些组件可以用在所有档次的建筑物,包括单层、低楼和高楼项目 MBS兴建每层楼所花的时间大概是四天,远胜于传统建筑方式的21天 马资源透露,建筑工程若是运用MBS高达95%的工程可在场外完成 高于工业化建筑系统IBS的30% 长期来看,马资源能够受惠于MBS所带来的节省成本和项目管理控制 但是目前要预测对盈利的影响还是言之过早 大马投资银行保持减持平级不变,并维持77仙的目标价 不过万能个价覆仙的灵命 状通了 完全往往显 终于